首先关心疫情延烧之际 新北市却有里长纠团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旅游 旅程长达11天 全团在这个月10号出发 有民众就爆料 行前西班牙已经是被列为第二级旅游疫情警示建议 还传出多数成员因为不想浪费团费 考量返台之后 赔领14000元的居家检疫补助 执意前往引发了踏伐 准备提前结束行程 反国的里长澄清 疫情一变严重就立刻更改行程回台 也不知道赔领1.4万补贴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引发轩然大波 他感到很抱歉 所有人机场大厅排排站 摆pose大合照 准备出国好兴奋 中间穿着蓝色外套的里长 在疫情年少的时间点 酒团带着立民出国 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丸 还拍照说机位一人一排 行程长达11天引发民众踏伐 我希望是要照顾黎明 所以当有黎明只要成团 我就只能是带领他们 然后照顾他们 里长澄清出发时疫情还不严重 但10后当天西班牙已经被列为二级警示 第一天抵达巴塞隆纳市区 12后前往葡萄牙 原本还要飞马得里 但疫情升温 预计21号回台的他们 马上决定13后提前返台 14后就请旅行社订购回台机票 15后却碰上返台班机遭取消 之后重新安排转机 预计在17后下午抵达台湾 但这时指挥中心已经宣布 西班牙是三级警告国家 第三天我就告诉我的李明 我不管他们同不同意 我们就更改了行程 就怕团圆家人担心 里长赶快传来讯息 说欧洲疫情扩散 完全超过预期 正准备返台 安抚大家情绪 却一度传出 里长告知李明 出国返台后 还能领14000元的居家检疫补助 大家才执意出发 离长一度哽咽 否认外界传闻 随着疫情蔓延全球出国时机 敏感难免引起议论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